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一段愿意 每个笑容 每一段愿意 其实我们活在人间有三个过程 人有少年 有中年 还有老年 我们身体的成熟一般需要22年到25年 而我们心灵的成熟要用50年 所以当一个人比较真正的认识人间 心灵成熟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要50岁左右了 人的精神的成熟期 则是生生不息 讲的就是灵魂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 一层是中间最美好的 因为那时候人生趋以逐步的完善 灵魂的清洁度达到人类的顶峰 智慧的生成 还有才华的实至名归的显露 所以一个人拥有成熟的见解和理解力 你才能拥有理智 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 一个人想拥有理智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拥有这么一段美好的中年 犹如他们的人生一样 从来没有成熟过 而精神的生活 是我们人生改变真正的基础 我们少年的无知 青年的癫狂 老年的持重 但是我们体力智商 慢慢的衰退 所以要知道人生不同阶段 造就了你不同的生活环境 现代的人意识颠倒 不能分辨善恶因果 心态严重的扭曲 见什么 要什么 稍不顺心 就称恨心四起 只要有利益 再傻的事情 你也愿意去做 这就是佛法讲的贪称痴啊 大致大悲观世音不散 大致大悲观世音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